教學 因為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發現到說 需要進來完全沒有武術基礎的 來學螳螂拳 它有相當的一個困難度 因為它的動作比較小 而且它動用的小肌肉比較多 它不像有些武術大開大展 就像我們那個 競技武術大開大展 它相當的漂亮相當美觀 而且很好學 動用的是大肌肉 那我編這套拳裡面就是會有一些 一般 對堂堂拳有一點點基礎的 或者是有一點點聽說的 就有裡面的一些基本的手法 會在裡面總共會有 13個動作 1 2 10 1 4 4 好 這個 這個動作 也是我們常常見到的一個動作 來 對 就是這個以前這個有常練的一個動作 拍手 我拍一下 除肋骨 肋骨 肋骨 肚骨 做這個動作 這也是一個指教動作 然後呢 再來就是一個 拐什麼 拐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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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這個動作如果是 對方主動攻擊 我們要去抓這個手 其實基本上是不大可能 如果各位看到這種手的話 其實是一種笑話 這是一個笑話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搭配手 就是說 或者是說 來做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黏手 黏手就來啦 這樣黏手就來啦 那 我現在接下來做一個 那個 多摩 招手就是 我來 我來 我 III把他帶到這一手 來 帶到這一手 好 帶到這一手 多摩 拐摩 也是 排鑲拳裡面的一個 最著名的一個手 一 拳過來 二 三 就過來啦 那這是 長風手 這是一個長風手 那當然好 如果不做長風手的話 這個就過去了 這個就過去了 做一個 來第三個手 第三個手就是 踩三手 踩三手我們剛剛後面有 看到一個這個 一這個 好 就是看到這個手 一樣一樣跟剛剛的手是一樣的 然後 呃 有人稱為這個是爬山手 又是踩三手那也有 沾連手就是一 好踩三手 過來在這邊 排二 過來 好那當然它是有一個 變化手啦如果今天我如果 不配不搭配腳的話 一樣帶過來 好 好 好 那我今天就在這裡 開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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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